民主黨門口這兩座使自己原本是用來設計勝煞 但仔細看眼睛竟然沒有眼珠子 形成了有眼無珠的情況 也被國民黨中常委認為會影響運勢 連年不利 失明心國民黨內鬧頻頻 倒把腦筋凍上風水 要正這個地方把眼珠看成外面去 所以有眼無珠是一個不好的現象 要替獅子開眼才不會有眼無珠 據了解國民黨原先找了巴黎師傅進行測量 直徑約0.6公分 不要在3號復測時 竟然發現是1.4公分 差點成了小鼻子小眼睛在釀笑話 而石獅子所咬的石球破裂也能解讀 國民黨大門口兩座石獅 最終所含的石球在2013年因為不明原因破裂 巧合是剛好是對面向財神廟所成立的時間點 竟然有國民黨人士傳召附會 實意是因為向師大善所導致的結果 回到當初2013年國民黨中央斜對角的 向神廟成立巧合 在童年右側的石獅子 咬石也應聲碎成兩半 當時黨內人士竟然也認為是 獅項大戰吞敗陣 導致震煞不力 不過回顧國民黨的風水史可沒少過 因為國民黨在那個地方一直都不好嘛 所以原則上的話 你化解也化解不了 當年國民黨巴德大樓是由大掌櫃 劉太英設計 如同棺木的外型取諧音升官發財 不料門前的三根旗幟 卻遭譏諷配上墓碑的造型 根本是在拿香敗主席 把它弄上去以後 本黨的前途無量 比起鑽研風水 國民黨或許更該反思 正是這番思維 才讓自己與民意越來越遠 這期晚上張宇軒談報道